設定內容區大綱 一樣點選右手邊這個圖示 把這裡面的這個程式碼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這個 我們的index.html 把它貼上去 那最後呢 我們把它存檔存起來 那重新整理一下我們的網頁 你看底下這個地方就會出來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會出來呢 其實你可以到 bootstrip的官方網站 那點選這個component 好 那你把它關鍵字 好 你輸入panel的關鍵字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知道它的這個語法 好 我只是把這一串語法把它改掉而已 所以呢 它宣告panel 只要這個panel的這個關鍵字 然後呢 你看它這個地方是default 我default是灰色的嘛 那我用的是這個 primary primary是藍色的嘛 所以呢 這些東西大家都可以去把它裡面的這個內容物 把它修改修改就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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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